一旦诊断为帕金森病的患者呢 我们用药呢 最主要的有一个是增加脑内多巴胺的 这么一个神经地质 另外呢是要降低脑内的乙烯胆碱 可能这么说的话 大家不太清楚 不太好理解 就是我们诊断帕金森病 就是对于帕金森病人来说 它主要是脑子里边的多巴胺和乙烯胆碱的一个平衡的失调 也就是多巴胺的一个缺乏 乙烯胆碱相对一个过量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用药的时候呢 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多巴胺的含量 这一类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美多巴胺还有呢西宁 这一类是多巴胺的一个复合制剂 而另外一类呢是我们来增加这个多巴胺受体的敏感性的 它叫做多巴胺受体机动剂 我们目前用的药呢 有普拉科索 还有呢罗皮尼罗这一类的药 非麦角内的多巴胺受体机动剂 这是目的都是增加多巴胺的含量和它的使用的这个敏感性的这样一类药物 另外一类药呢我们用的目前的不是太多就是降低乙烯胆碱含量的 我们用的是盐酸本海锁 但是这一类药为什么现在用的少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可以导致男性病人影响前列腺以后 它可以造成尿除流 还有一些病人呢造成眼睛的干涩 口干等等这一系列的 还甚至可以增加眼压 所以清光眼的病人是不能用的 其他的药呢一般来说呢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不一定去了解它 那往往都是这个帕金森病后期要用的一些药 我们也在用 这往往是医生指导下可能会给用